随着癌症医疗技术的进步 病患存活率也大幅的提升 不过在治疗过程当中 患部难免会出现像功能缺锁或者是疼痛等等的问题 尤其像乳癌病友 常常就会有五时间等等的情况发生 而这时候就需要复健医疗的介入 而透过电疗或是热疗以及关节的运动 来帮助恢复肩膀的活动能力 台东基础教医院 癌症医疗大楼启用 各项高科技治疗仪器与专业人力到位 医院台东癌症患者在地治疗的心愿 但在癌症治疗的历程中 不单单只有手术及放疗化疗而已 后续的复健介入同样重要 就会造成身体上一些功能的缺损 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经过这些治疗之后 身体上的功能有缺损的形形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我们复健科需要介入的时候 目前东基复健科收取的癌症病人中 以疏后乳癌病人为最大宗 病患在疏后容易有换侧肩膀活动受限 出现50间或局不高的情况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电疗热疗以及关节运动 达到恢复活动力 癌症治疗之后 那个上市的功能的程度来说 对如果说像一般50间的病人通常治疗3到6个月 东基复健治疗部今年6月从原医疗大楼搬到盼望楼5楼 区分为电疗室、运动治疗室、职能治疗室和语言治疗室四大空间 复健科主任吴欣也呼吁 癌症患者若发现生活中有任何以前可以做得到 现在却不能行刑 都建议到复健科看诊 由专业团队提供协助 找回生活品质 这里是沙家会台东市报道